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省下了大把的时间 但复制念天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 2018年12月8日 复制念天的发明者艾弗林·贝瑞森去世 其实他的发明曾经让秘书文员 从非常重复非常琐碎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 也奠定了后来我们常用的编辑文档里的很多基础的功能 那这位复制念天的发明者 曾经是在当时美国最大的打字级公司工作 后来又进入到了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 当他在察觉到了打字工作的繁琐重复以后 他决定自立门户 开始研究更加快捷简便的方法 这才有了如今便利大家的快捷键复制念天 茶余饭后去谈历史 锁定新能力600国际台 世界出售客机